Hello大家好,我是班达少,欢迎来个版级大观察来观战一下S2恶梦胜率89%接近90%的一个大佬 杂技画家佣兵调香 我一直觉得调香师打恶梦还是挺不错的 上来遇到佣兵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这种其实打恶梦还蛮不错的 因为这些角色扛弹道型监管者都能扛一扛 然后画家的话呢虽然说不太扛得住 但是他第二波可能就厉害了 遇到调食,香水骗出来 好的,直接回头一刀骗出香水,这边凝湿凝上 那香水结束的话这边可能要吃一刀了 这个位置感觉也走不了 先给你来一刀 很可笑,因为第一波的一个走位直接撞在脸上 然后这边被噩梦骗出了一刀 那香水再想要操作的话就比较难了 闪现好了 其实直接交闪现秒人也可以 快速击倒嘛 香水放,等香水结束求稳一点 想骗回来,想骗回来 没能骗成功,香水回来 好,那毕倒 这边的话感觉闪现都省了 感觉闪现都省了 骗翻,骗翻,骗翻 好,翻过来毕倒 翻过来就毕倒了 因为翻过来以后再想翻回去 这个理论上面来讲是不太可能能成功的 因为噩梦这边的话他的一个走位就是骗你翻 就是或者不是骗而是逼你翻 逼迫你翻 你翻过去了就已经进入他的一个那个陷阱了 杂技要来救 我们看一下这个噩梦的天赋 是一个彩版挽留的一个天赋 乌鸦封 应该是能够封住用兵的机子 稍微干扰一下吧 用兵修慢一点点嘛 杂技这边的话 卡帮能救一波 你说穷者一定能 一定会被多装吧 也不好说 这边还有薄力呢 追一刀 这里可以追到 可以追到 为后续做准备 因为噩梦 这直接交闪线打 然后放乌鸦去找这个强尸 他得越过 这乌鸦会不会被拦啊 哎呀被拦住了 刚才说 就是他得越过这个杂技 再去找这 放乌鸦去找这强尸才行 在这边的话位置排的还是够清楚 大致的位置能找到 这边蓄力来排 刚才这波 主要这个乌鸦被拦了 乌鸦被拦了 杂技这边很有意思啊 知道自己反正要倒的 那这边的话 可能要换挂 一旦换挂 求者就有机会来保平了 真剩的话 我觉得有点难 因为这个恶梦 从他的操作 以及大局观来看的话 嗯 求者 你说再想要让这边 这个恶梦断节奏 理论上不太行 理论上不太行 这边的话再放乌鸦 船过来找 好的 能找到吗 这边再翻箱子 排点 排点 调尸摸出了一个护臂 闪现没有 这个护臂能拖一会儿 能拖一会儿 一个护臂跳开 但是乌鸦放 然后你进去以后 但他没有船啊 这波没有船 他是回身选择来控这个机子 那有点亏啊 那还不如感觉刚刚防守呢 因为他是船过去找的 这个调尸啊 用兵一个护臂跳开 局势上来讲 求者慢慢的打回来了一些 打回来了一些 但是也紧禁是打回来了一些 你说现在求者就是优势吗 我觉得不是 不必再跳 这边的话 杂技是被乌鸦锁定的 所以他这边应该会直接船去找杂技 然后来秒杂技 因为二阶了 这杂技扛不住的 扛不住以后呢 这边还是一台遗产机 求者外面要看一下 用兵能补掉一台 然后看外面画架能不能 画架在补状态 机子不够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多抓 我觉得还是一个多抓 因为这边有一台关键型的机子被锁住了 过板 砸头 nice 踩板 砸技这一波板子玩的确实可以 确实可以 不是这块板子玩好的话 我觉得这个局已经是一个稳稳的一面了 现在的话呢 看这个机子 看这个机子 我觉得噩梦应该还是会往 尽量往回挂 去压住这边的机子 放乌鸦 去外面找机子 然后人往回挂 嗯 条尸再来救一波 看有没有博命 条尸是有博命的 这边可以博命再来套一波 博命套走 然后这边的机子点开 对于噩梦来讲的话 他要守机子才行 他守这边的机子 对 这边的守机子 你杂技教自己就要自己了 我要通过这一波板权者打 才让他们救不了人 外面的话得重新修机子 四人局 非四黑的话 这种安排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一点 但我们可以看到 这板权者其实打得很好 他们的一个安排是很快的 立马已经去重启机子了 画家这边也有画 嗯 画家的话最好是配合着 这幅画最好是配合着杂技的自己拉开 看杂技能不能起来 宝瓶别救 杂技起来了 好的 那四人开门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了 因为外面重启机子了 这台机子对于噩梦来讲 你去外面守机子 那我这边的机子就点开了 就不知道杂技是教自己的 还是被队友摸起来 刚刚看好像是教自己的 不好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噩梦这个角色的话 即便是打成一个四人开门战 他两边封门 手里有传送快速秒一个 也有机会能够翻盘的 当然这局确实穷着打得很好 杂技挺身而出 为队友挡乌鸦 这一手乌鸦挡的价值千金 本来这个局我觉得就是一个稳稳的多抓局 肯定能够先挂飞一个人 最多三人开门战 三人开门战都比较难 外面的话 体验尸机子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这边等佣兵 那这边应该是追着佣兵打的 追着佣兵打的 不让他开门战保留一个满状态的 不让他保留一个满状态 火追 好 那这边哪接点亮 那边的话杂技应该贴门了 接上门 面哪接点亮 这边乌鸦封一边的门 拥兵 这个点位称不太住 称不太住 片番 片番 三二一 借刀 来死 直接飞升过去 飞升过去的话 画家这边应该有一幅画顶在这里 对 画家这边应该有一幅画 这幅画能拖一会儿 两个人拉开呢 杂技那边的门能点开 这边再补一个乌鸦 有闪现 这边应该直接闪现一刀了 闪现一刀带走 这个画家得挂了 这个画家得挂 然后沿着边去找到这边的佣兵 佣兵挨的刀有点多 所以是半会儿可能起不来 然后往前走的话 有耳鸣 乌鸦再一放 穷者 我觉得穷者不能练战 他们能保平局的话 尽量先把这个平局保了 先走再说 这里调降师这个位置可能都走不了 位置如果能排到 又是调降师 这波能找到吗 又命起来了 怎么的 还想打架呀 点位上面来讲 因为这边传送是已经好了的 因为这边传送是已经好了的 所以说他可以放个乌鸦 就算这边画家被救下来 其实这个门 其实这个门 也开不了 我觉得也开不了 这边 杂技 走位 凝视上了 一刀先带 好 那边 画家点门 先挂 二挂的杂技 这个杂技不是上挂飞的 因为刚才那波没能挂得上 画家门能开 傭兵是被通缉到的 怎么说 三跑 可惜了 那只能说 穷尔打的好 打的好 该来的不进 我们下期见 位